各位同学,我们这一队课 其实是个引子 来引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堆 说堆之前呢,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 怎么把一个二叉数 放到一个数组里 我们前面其实学的呀 是使用类似链表 只是说我一个元素分两叉 来指向 两个左右子界点 那放在数组里怎么办 怎么表达 这种连接的关系 那我们先 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一个例子 完全二叉数 什么叫完全二叉数 一个形成概念啊 就是说啊 你不是二叉数吗 它每一层都得是满的 除了最后一层以外 每一层都得是满的 大家说那你这个得是正好 比如说一个三个七个这样的 那如果说我是九个元素怎么办 那这两个元素只能放在这 你再有元素就只能放在这 你再有新来的就只能放在这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保证是紧凑的 这种二叉数非常适合放到数组里 怎么放到数组里 咱前面不是学过逐层便利吧 对不对 就把它一层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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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顺序放到数组就可以了 这个就第零个元素 或者第一个元素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第十一个 这么放就可以了 给大家一个图 倒的图不是自己画 拍张的这个黑图 然后怎么样 就对于这样的一个二叉数 对吧 少说了十一 放在第一个节点 然后十和七 它的左边和右边 然后第三排 九五六四 八二三一 跟我来说的一模一样 这就解决了这个数组 你放二叉数的存储问题 但不解决你这个数的逻辑问题 因为是要个数啊对不对 那我怎么 来做这个 左右节点的问题 那大家怎么来知道 比如说对于任意一个节点啊 比如说这个七吧 它的这个子节点是六和四呢 对不对 它已经被隔开了 其实很简单 对于我们这个从零开始啊 这个Persession零啊 我们多数高级语言的这个数度 都从零开始坐标 对于第一个元素 它的左右子节点分别是 二i加一 跟二i加二 大家来看看是不是 其实这个很容易证明 因为每一层的节点数 都是上一层的两倍 第一个是一个 第二有两个 对不对 咱从第零开始啊 这里是零 对不对 它二i加一就是一 二i加二就是二 对不对 那从这里开始 它是第一个 对不对 二i加一就是三 二i加二就是四 再看看这个二 二i i等于二的时候 二i加一就是五 六 我们通过这个关系 任意三个节点组成 这个小子数 它都符合这个关系 左一点是二二加 右一点是二二加二 好了 这个数的逻辑 就可以被非常好 展现在这个数组里 大家说这是对完全二叉数 如果不完全 这个二叉数不是完全的 中间可能有一些空洞 行不行 也可以 你就把这个数组 那个值你设成空啊 或者怎么样 你也能表现这个关系 但是就不美了 因为你要浪费空间 因为我们数组 这个静态的一个空间 在这里吧 你一下分配一个 比如说是一百万个 它里边可能 百分之九十都是空 那是没意思 那还不如使用 我们那种链表 那种关系 来表达二叉数 好 那这个呢 是二叉数 和完全二叉数 以及怎么用数组 来表达一个二叉数 那我们今天来学习一种 特别的完全二叉数 其实就是这个数 它就是所谓的堆 也叫做这个hit 你看它有什么特点 它每一个节点 都能保证一个顺序关系 它跟它两个子节点相比 要比它大 这就是堆的一种 当然你也可以说比它小 最大的一个就是说 最上面这个节点 如果是最大指 那它是最大堆 如果最小指 就是最小堆 maxhip minimumhip 这里可以看 你看9比8号大 10比9跟5大 7比64大 11比10和7大 看来保证 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就叫做堆 这个特殊 叫最大堆 而使用二叉数来实现的堆 叫二叉堆 其实堆有非常多种 大家有些你可以自己看 wikipedia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堆 不同的特性 但它往往都要满足一个这种关系 堆不一定是二叉数 但是二叉堆 咱们可以看 它是说这个 每个节点都大于它的左节点 左子节点和右子节点 这是二叉堆 其他堆它也有类似的特性 好 那怎么来实现一个堆 这个堆需要哪些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堆呢 你不能把它死着看 它一定是灵活的 可以不断的往里边添加 和删除新的元素和节点的 但是它就这么固定 它这个结构是这么 等于说要保持一个非常强的关系 对吧 保持一个顺序关系 怎么先讲咱们怎么加入节点 如果新来一个节点 比如说我们新来一个9吧 9来了 放哪 先放在堆的最后 我的堆最后其实只在放在这 9就给放在这了 数组多个元素 那在体验那个数的结构中 其实它这个东西连在这的 对不对 9在这 但这个9往这里一放啊 立马关系不符合了 9比6大呀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它大不要紧了 它就换呗 对吧 就9跟这个6就换一下 他俩来做一次交换 就等于现在这个6下 6到这来了 这个9呢跑这来了 那大家看呢 这是9了 这里是6 那9比这个7还大呀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再换啊 这9跑这儿来 7到这儿来 好了 现在就满足堆的特性了 对不对 这就是怎么给堆插入一个新元素 放在数组的最后 然后找关系 不断的向上找 直到说 它这个满足了堆的这个关系 不管你最大堆还是最小堆 最大堆的话 那我看它是比负借点大 都比负借点大 证明它需要 它的位置需要更高一点 它就要往是更上面走 大家说这么换好 能保证吗 能保证 因为你想啊 这个6跟7 本来它这个关系就是这样 6都在7下面 如果你一换呢 对吧 这6还是要小一7 对吧 它不影响其他元素之间的顺序关系 它只改变的是说 你这个新的元素 在堆中的位置 老的关系 它一点都没有碰 好 这是怎么加元素 那怎么删元素 其实任何一个元素都可以删 而且算法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里呢 以删除根节点为例 为什么以删除根节点为例 因为最重要的 就是删除根节点 就先做一遍给大家看 如果想把11删除 怎么办 11先干掉 然后把最后一个元素 这个1 给移到11的位置 放这 1没有 这个数据就等于少一根 但是 不满足 对的这个特性了 怎么办 就看这个1 还有这个和它的左右子节点 谁最大 发现10最大 那10最大就跟1换 10到这来 1到这来 然后再看这三个节点 谁最大 9最大 9跟1换 9到这来 1到这来 再看这三个 再看这三个节点 谁最大 8最大 8跟1换 好 完成 这就是新的队 其实和那个插入一样 它不改变队中原有元素的顺序 只改变说你这个新的这个节点的顺序 那这么每次都移除最大的值 有什么用 堆排序就出来了 你有一个堆 它复个个性 我每次把最大的值给拿走 那它不就产生一个顺序了吗 因为每次都拿到已有的这个元素最大值 你先把11拿到了 那我下一个再拿 就是这个10就出去了 然后这个10出去再拿就是9 对吧 它最后你这个拿的顺序 就是按照一个顺序的 你可以说是如果是最大队 它就是一个从大到小 如果最小队就从小队了 好 我堆排序给讲 这么重要一个卡序 就这么简单 那我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作业 大家 咱们每个人都亲手来 做一个堆出来 然后呢 根据这个特性 做个排序 咱们下这课就来讲这个堆排序 谢谢大家